熊熊火焰燃燒 整條高雄前鎮區的二勝路 地面整個炸開 陷入一片火海 當時高雄氣爆死傷慘重 氣爆即將滿五週年之際 卻爆出善款使用醫院 高雄市議會最近成立 專案調查小組 就他們一查之後發現 這個光是一個律師費 就6584萬 分成兩個標案打氣爆官司 可是他們一去查之後 發覺這個律師費 根本可以不用花 45億多元的氣爆善款 被質疑濫用愛心 當時陳菊市府 透過代位求償買到災民的債權 在民事官司全勝而退 菊市府不是用代位求償 說的東西 你們都來代位求償 就我們律師全部幫你處理 然後很多災民就被 不知道這不是被騙了 說因為我代位求償 所以不能提出國賠 結果等到整個官司下來 已經超過兩年了 申請國賠時間 民眾就沒有辦法獲得國賠 除此之外 高雄氣爆發生將近五年 社會大眾還是沒有得到真相 五年已經過去了 可是五年我們到了現在都 看不到真相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老百姓要真相 會有那麼難嗎 未來我們只有讓陳菊 或者蔡英文政府下架 我們才能看到真相 一場氣爆葬送了32條人命 家屬的傷痛還沒有撫平 就傳出當時陳菊市府團隊 疑似濫用善款 這停在家屬額裡 情何以堪 記者陳嘉倫王一仲 台北報導